請副部長 陳委員好 副部長 我還是延續一下 你認為你們國防部發了這個新聞稿 這樣子的解釋 有比 國防部部長那一天在立法院質詢的 覺得說 有幫他平反了嗎 有幫他解釋了嗎 還是 傷得更重 我們覺得 話蛇天竹 有講明確嗎 有把你們的立場講明確嗎 是 是嗎 是 那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新聞稿是12月4號 國防部長是12月3號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講的 那請問這一段時間你們在幹什麼 從10月23號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在立法院 正式宣布年終慰問金只要補助兩類的部分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之後請問我們國防部當時候在幹什麼 國防部 委員這個是有他的背景的 哪裡背景 你10月23號當天國防部長是不是要站出來說院長你說錯了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講 他沒有講這句話 誰沒有講這句話 那請問你現在講 現在是12月3號跟10號所講的 這個意思不是就是這樣子嗎 當天是談木兵寺的時候才講到這件事情是木兵寺的探討問題 今天不論是因為什麼問題而引發國防部長去回答年終慰問金的問題 不管是什麼樣的因果 不管是什麼樣的因果 今天國防部長講了這些話 就是公然嗆聲公然對抗行政院院長在11月23號的時候行政院院長就已經在立法院表明他的態度了當時國防部部長有講任何一句話嗎 或是在10月23號之前大家在談年終慰問金的時候請問國防部部長當時有站出來講一句話嗎 也沒有耶 那你現在去講這些有什麼用 只是讓大家覺得說 原來國防部部長 他的 白骨真摘啊 他的白骨真摘啊 他的白骨真摘啊 就還可以公然嗆聲行政院院長啊 這個你可能誤會了 副部長 副部長 我再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是不是送了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辦法到立法院來 是不是 準備現在在處理審理當中嘛 對不對 本來是被查嘛 我們把它改為審查嘛 對不對 本來被查 差一點讓你們偷渡 還好 我們把它改為審查 你知道你們多遏止嗎 連審計部都看不過去了 你們二子是連審計部都看不過去了 審計部在十一月二號 回了一個文 這個你們清楚嗎 針對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一案 何父如說明 有看到這張文嗎 有沒有 有看到了嗎 回答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委員講的是哪一個文 你們沒有看到 你們沒有看到 你們沒有 這個是審計部在101年11月2號 審計部給我們很多文 不可能給你們文 給我們很多文 神經部有很多文到國防部來 那我現在已經強調了 你有沒有在聽我講 你是耳朵 耳朵今天休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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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強調是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辦法 這份你知道嗎 我再次強調你知道嗎 我們業務單位還在演 聽不清楚啦 我 聽不清楚啦 我們找業務單位來打好不好 聽不清楚嘛 副部長連這個你都不清楚 你今天要來備詢什麼 報委員 那個文的內容 因為審計部的文很多 委員這個等一下我們下去看是哪一個 我們再把它提出來 這可多麼重要的一張文啊 居然不清楚不了解 我唸給你聽 針對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辦法遺憾 何父如說明 好第一點 貴婦核定 可於五年後 退伍後五年內成購 恐有於這個架授與現役軍官的範圍 違反眷改條例相關規定 這是第一點 我取重點啦 第二點 經和該辦法所稱的零星餘戶 擴及非興建住宅社區配售與原眷戶的土地 處分後所分回的住宅及一 舊治辦理改建的餘宅 恐有為眷改條例興建住宅社區 好第二點 都跟你說是違法的喔 聽清楚喔 第三點 貴部隊照顧所屬人員居住之需求 尚有提供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貸款 含華夏貸款福島購窄的措施 該辦法會排除以享受該權益的人員 所以是重複照顧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 經和截止 一零一年九月底止 券改基金累積的 這個短處高達四百三十五億余元 舉債達七百億 財務狀況不佳 如果該辦法將零星餘戶保留部分 工作短期借用或緊急安置之用 孔有為倦改條例零星餘戶售價之規定 與加速倦改基金回收的修法目的也為何 這是第四點 第五點 貴部歷年飆售新北市零星餘戶的收益官之 每戶銷售價均達成本價兩倍以上 自願意現役軍官如果以住宅成本價成購精華區零星餘戶 對眷改基金高額累積短處及巨額的融資範圍 財務困境沒有幫助且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這是審計部對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的意見 這一份審計部就是跟你們講萬萬不可 這已經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 也違反我們所有眷改條例眷改基金的一個精神 你們不知道這一張文啊 這個審計部對於你們這樣子的一個糾正文 這個這些問題啊國防部都知道 他裡面寫的很多都是孔友 國法部都知道所以國法部要硬幹 沒有硬幹 他講都是孔友他並不是說提醒我們 說國防部這些孔友 來你又沒有看到文這裡哪有孔友 我已經剛練的 孔友 只有只有一句話孔友 孔友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是違反 他直接是點名你就是違反 他點名你就是違反 五大點全部直接點名你就是違反整個眷改條例還有基金的一個精神 好 這裡面非常的清楚你們要硬幹嗎 報委員我給您報告啊 現在公平正義的問題已經提出來講了那麼多 年終獎金年終慰問金春節獎金你們要硬幹 連這個也要硬幹嗎 報委員我講幾句話 老舊建村餘戶的辦法我們訂定了 但是現在正在做相關的要點的訂定 所以審計部的意見我們會參考的 並不是說這個案子已經訂定了 好啊那你先撤回啊 今天這個辦法已經送到立法院要來做審查耶 本來你們是被查耶 你們多惡子啊 還好我們擋得快把它變成審查 我們作業要點還沒有完成 還好變成審查如果被查的話 你們就開始已經在做這事項受受的 不會的委員放心不會的 這是非常離譜的 而且都更之後你們在整個精華區放回去做都更 把你們權益跟你們所有的一個架構全部優 優於你們自己的一個現役軍人 報委員你想要點嗎 好啊 因為時間到你聽我說 沒有一個書面的一個答覆好不好